这个女人真是太神奇了 掏出一张扑克牌 就可以变成银行卡付钱 动动手指 时间立马倒退 甚至摸摸耳朵 一片狼藉的家立刻洁净如新 哪怕是电线电缆也会各就各位 家政人员看了都直呼内行 女人是一名女巫 只因她厌倦了在法事界的生活 便来到了凡间 想要过一下正常人的生活 哪怕是淋雨也会开心地像一个孩子 而她最大的期待就是找到一个 爱自己并且自己也爱她的人 没想到才不到几天 爱神丘比特就敲了她的门 男人是一名过气演员 急需翻拍一部电影来翻身 她想要找一个毫无人气的女演员 作为自己的陪衬 阴差阳错的就在书店偶遇了 与电影里女巫别无二知的女人 在她甜言蜜语的哄骗下 女人很快就答应了她的邀请 来到电视台接受了面试 无论是导演还是制片 都对她的表现很是满意 不过那也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眼前这个人可是货真价实的女巫 女人就这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 成为了一名电影演员 她坐在家里 观看着老板的表演暗中学习 并专注地用在表演中 在这样的相处中 女人也对男人暗生情愫 就在她以为将要迎来一场甜蜜的恋爱时 静不小心听到了男人和经纪人的对话 言语间满是对她的敌虎 她生气地跑出片场打算离开 两个好友跟着她走出来 耐心地安慰她 女人忽然觉得自己不可以轻易放弃这个人渣 于是她回到了片场 趁别人不注意时 悄悄摸耳垂 让男人出尽了阳相 本以为这个人最多也就是嘴贱 鼻子的招牌动作是自己教导的 原本怒气有所平息的女人瞬间就炸了 她打算辞职 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不要脸的人渣 可就在这时 姑姑忽然从壁橱里掉了下来 并且为她抱负男人 施展了魔法 男人熟睡时无意吸入一团气 醒后性情大变 不仅对平时 吃之以鼻的新人女演员亲爱有加 还邀请女人和自己约会 哪怕表面拒绝 身体却很诚实 女人狂奔回家 希望姑姑可以解除对男人的魔法 然而向来只知道闯祸不知道收场的姑母 一个想指人就去了日本 留下她自己处理这个烂摊子 女人表面说着不想和男人约会 但还是悉心装扮自己 打开门收到男人送的花和礼物 瞬间就心软了 面对男人的殷勤 女人很快就沦陷了 和男人一同出门晚餐 等到她送自己回家一一戏别时 她才醒悟过来 动了动手指 让时间倒退回姑姑来到家里的那一天 彻底唤醒男人 而男人果然也不负众望 在看到新播出的聚集影响力 女人票数比她高后 自尊心受挫的她立马就口不择眼前 她失望地看着对方 怒骂她就是个混蛋后扬长而去 却没想到对方竟是个受虐狂 被她怒骂后反而对她另眼相看起来 不仅求她回去继续演戏 甚至真的对她展开了追求 看到对方的真心后 本就对男人数意虚久了她 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没想到这时 看见男人有翻红迹象的前妻找回来 想要和她复合 女人吃醋不已 动了动手脚 一个大灯砸下 前妻就倒在了地上 她觉得有些过分后 又将时间倒退 只是用鼓风机给前妻一点教训 并成功让前妻松口答应 和男人签署离婚协议 男人手握着扫帚 一不留神就上了天 甚至还在半空中荡来荡去 而这一切都是她女友的杰作 好不容易落地 惊魂未定的她捡起一旁的树枝 就要保护自己 却让女友伤心不已 骑着扫帚就离开了 成功得到前妻口头承诺的男人 开心地准备在家里开派对亲子 许多人都受邀到场 女人不想再过多隐瞒她 打算将自己是女巫的事实告诉男人 尽管父亲再怎么劝谏 她都还是一意孤行 可是不管她怎么说 男人都觉得她是太入戏在开玩笑 哪怕立马从杯中变出一把伞 打得想只让电视投屏 她也觉得不过是魔术罢 女人生气地就离开 男人见状立马追上去 只见女人小手一挥 一把魔法扫帚就从她手中写进 男人以为又是什么道具 没想到对方竟让她握住 她不以为意地拿着 下一刻就被戴上了天 被放下来之后 女人惊喜地问她 是不是可以相信自己 没想到对方的反应 根本就不像她想象的那样 而是一脸惊恐地看着她 女人只好伤心地离开 分开之后 电视台只好重新找演员出演 可是试镜了许多个 男人都觉得比不上她 但她却无法说服自己 和一个女巫在一起 直到她从好友的口中 听到女人将要离开回家 并且女巫回家之后 一百年都不能再出门的消息后 男人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 和女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她再也无法欺骗自己 女朋友开着车一路急迟 终于在片场找到了女 两人终于压抑不住心中的思念 拥吻在一起 并决定厮守终身 他们开车来到一栋别墅前 男人将女人抱下车 走进房内开始迎接他们的新生活 这一次他们终于对彼此坦诚 并且不会分开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作为一部奇幻爱情喜剧 不得不说还是很成功的 女主将女巫的形象塑造得很好 无论是皱鼻的俏皮 还是伤心难过的哭诉 都太可爱了 两人最后也算是修成正果 那门口迅速开花的树 或许象征的就是两人的爱情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次再见哦